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巨元第一 我们翻开第49页这个地方 49页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已经有跟大家说要放下一切万元才有办法来精进用功 那现在我们已经放下万元了 那我们看到这中间这里 第五 尽善之事 当我们从最一开始讲慈戒清净 然后衣食具足 第三个得贤尽触 第四 习诸原物 我们这些都做到了 都具足了这些因缘 那我要来用功的话 要怎么样让我能更快的就获得禅波罗蜜呢 你要有这个善知识的一个教导 善知识有三种 所以这里看善知识三种 第一个叫做外户善知识 第二个叫做同行善知识 第三个叫做教导善知识 善知识 善知识很重要 有的人以为说我找个师父教我 就行了 其实更详细的去看的话 我们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在修行这一个用功当中 如果大家真的要让自己用功快一点的话 善知识这个地方的确是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外户善知识 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来修行 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来修行 我们要知道一日之所需 百公私违背 我们道场当中你所有的用功 为什么会成就道场的因缘 是师父自己很会赚钱去买一间庙吗 其实不是 是怎样 是大家所有人的发心 发心怎样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道场的因缘 大家来用功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功的因缘 是被很多人互持而成就的 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来用功就用功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然后 将坦白来说 大部分我们在道场当中 大部分的这个所有 你能在道场使用的东西 我们大部分都是叫做免费提供 免费结缘对不对 但是这免费结缘不是让我们说摊平仪说 就在这里吃免费的住免费的 其实免费的这些免费从哪里来 是从每一个人去护持而得来的嘛 所以呢 要知道这一厘米啊 这个 都是呢 每一个啊 信师坦怨所护持的 甚至大家也有曾经护持过 也有曾经护持过 所以我们要爱护常住物 如护眼中珠 要好好爱惜的使用 那 如果说我们的心态是 只是想要 贪这个便宜 贪这个免费的话 相信呢 大家不是 但是 的确啊 一种米养百种人 有人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这免费的才来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所谓的免费呢 是给予啊 大家不要挂碍说 我来这个地方 还要去什么 缴费啊 还要干什么的 其实呢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小事情 我们平常 如果有在工作的人 他愿意啊 他有能力 他就护持多一点 那有的人 我想要修行 那我们呢 所谓的修行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用 到场免费的资源 我们就要知道 如果说我们来到场 只是用这些资源 那这些资源都是所有的人的供养 而且到场的供养 到场的东西呢 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 他的桌子椅子是谁出的 谁出钱的 公司出钱的嘛 对不对 那公司出钱的话 这些钱从哪里来 股东嘛 对不对 所以股东是 无限量的股东 还是有限量的股东 他一定叫有限量的嘛 对不对 基本上没有那个无限 无限的股东 那个怎么 谁都能来做股东 不是 通常是有限的 就是有一定的人数 有一定的人数 而聚集的这个公司 这个组织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公司 然后 再来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东西 比如说 有没有人会去一些风景区 比如说去 阿里山啊 或者是去这个 比如说去海岸 我们这个东海岸很美 大家有姻缘 那可以来我们台东这个地方 来禅修 带你去东海岸去看看 东海岸很美对不对 但是 东海岸大家去海边走走之后 会怎样 带颗石头回来 这个是怎样 这是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石头是属于谁的 是国家有的 对不对 这个国家是谁 就是你跟我嘛 我们是不是 有领身份证 合法的公民 对不对 我们有曾经缴过税 对不对 或者是说 你有为这个国家去怎样 尽下一分心力 比如说 我们 红绿灯要不要 遵守法律 要对不对 我们有尽到一个公民的职责嘛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投票过 不管支持谁 有我们 我们的义务 我们的权利 我们有享用过 这个国家的给予我们 我们也付出给这个国家过 所以呢 这一个石头 其实是属于谁的 属于我们全部只要有这个身份证的人 这都是我们共有的财产 是不是 所以公司的财产跟国家的财产哪个 比哪一个严重 国家的严重 国家的严重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道场的更严重 因为道场叫做十方共养 什么叫十方 我们常常会听到十方嘛 对不对 其实十方很简单 叫做 东西南北嘛 是不是 东北西北 东南西南 跟上下 所以我们在念经 尤其你念这个还原经的话 你会看到东方啊 什么有多少佛 西方有什么菩萨 然后南方北方 对不对 这叫十方 就代表说 这个 这一个啊 我们 我们通常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点嘛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的中心点当中呢 东西南北 其实还是 所以我们 所有今天要成就这道场因缘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叫做十方共养 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 会共养到 所有的一切的 这样的人 都是有机会成为十方 成为十方的一份子 所以呢 这一个啊 这个共养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道场 啊 有没有人从美国汇钱过来 是不是 会 啊 为什么 他看到说 这道场成立他很感动 他就来尽一份心力了 所以我们从各个 世界的各个地方 各个角落 都会有 有机会 有人 发心只要跟我们结上缘 所以我们的 组成呢 是非常的什么 非常庞大的 叫做禁虚公片法界 这些人 他所给予我们成就这个道场的因缘 他是希望用着道场因缘来做什么 来修行 来用功 是不是 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的话 凭什么我们有资格使用 这里面的资源 所以呢叫做怎样 叫做你的用功要能回向出来 就是我们其实 所谓的免费不是没有免 不是真的免费 是要怎样 是要 有条件的怎样付出 付出怎样 第一个 你来做义工 是不是 我来做义工啊 我来帮忙什么 帮忙这个道场的运作当中 我们帮忙这些事物啊 来发心处理 第二个 我来用功 那我来用功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不是每次 做完法会 或做完什么 就要开始怎样 念这个三归一 对不对 念回向文 怨消三上诸凡 什么 普怨罪障邪教主 世事长心菩萨道 种种的这些回向 回向的目的要干什么 就是 他就是我们的付费的方式 把今天所有的用功怎样 回向给曾经怎样 曾经来 布施来结缘的这些十方的信众 所以呢我们是用用功来回馈 那好 这个是比较一个什么 模糊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 所谓的外户善知识 就是今天我们能成就我们来用功的因缘 是要有人来互持的 如果没有人来互持的话 第一个我们如果办活动没有提供 午餐 那中午休息时间大家会怎样 好 没关系 我们不用吃 我们用功完一天 我们再去想办法 会有这样子的吗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要借口找理由 中午就要怎样 就要跑去吃饭嘛 对不对 那跑去吃饭之后下午要不要回来 实际上很考虑啦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来不熟 你就跑啊 跑去哪里吃吃一吃啊 可能怎样 这个两个人约的出去 这个两个人约的出去 几个人约的出去吃 吃的聊天聊到开心的 诶 时间到了 法会要开始了 没关系啦 是不是 反正师傅管不到这样子 所以呢 诶 如果说没有提供啊 这些饮食呢 可能很多人就会借这个因缘怎样 就 就没有 没有继续来用功 所以呢 我们 要能成就一个因缘 就是要有很多人互持 互持每一个人心念当中 就是只是来这边精进 而不是说啊 就是 没有 没有办法聚合这些人的用功 所以呢 要能让这一个道场聚足了 可以用功的因缘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 要能持戒清净 要能衣食俱足 要能怎样 至前进出 要能洗出原物 是不是 今天 大家来用功 好 我们跟大家讲说 啊 用功先放下 我们先修福报 来大家先打扫 嗯 啊我来这个地方 我是要来禅修的 我不是要来什么 打扫的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你如果有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禅修的活动的话 哦 如果是有来 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活动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来参加禅修活动的话 基本上怎样 我们都不叫大家打扫的 哦 我们顶多只有怎样 哦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顶多只有叫大家怎样 洗你自己的碗 哦 啊我们洗你自己的碗 不是真的就让你一个人去洗碗 是怎样 大家轮流怎样 比如说今天 哦 谁轮流怎样 哦 洗全部的人碗 哦 下明天 换谁 换另外一组人 哦 洗这样 大家都会轮到 哦 轮到啊为什么 不让大家自己洗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洗手槽有限 哦 怕大家大排长龙 所以我们怎样 哦 可能一次就只有请 哦 十个人 几个人一起来做 但是呢 这是最低 最就是 顶多就是这样子 叫大家做这件事情 哦 如果我们人手不够 但如果我们人手过的话呢 连洗碗都不让大家洗了 你就放在桌上 我们会帮你处理 然后怎样 然后呢 大家 有空就是去用功 去休息 这样子 这是禅修的活动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 禅修呢 会比较殊胜 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心 只要放在用功上面就好了 哦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 凭什么我们有这个条件 凭什么有这个条件 因为外户有 具足了 外户有人来护持了 所以如果没有人来护持啊 我们很难 很难 很难怎样 真正精进 好 放下一切 放下万元 所以这叫外户善之士 再来 叫做同行善之士 同行善之士 共修一道 互相缺乏 不相扰乱 好 今天我们 大家要来 用功了 的确禅修是一个自己用功的事情 但自己用功的事情 好 你要找个地方闭关 然后找个地方用功 这当然是没话说啊 但是好 你我们今天呢 要来办禅妻 好 如果办禅妻了 好 结果 来报到的时候 嘿 你就 看到说 诶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啊同学呢 没有人 那你会 会觉得怎样 一个禅堂那么大 然后怎样 空空的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做 可能也会觉得怎样 觉得毛毛的 觉得怪怪的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是不是大家都记错日期了 好 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我们 我们举办禅妻啊 我们借场地 好 借这场地呢 通常场地 都不小 场地不小 然后呢 都没有人来用功 小毛两只 好 做起来就怎样 好 做起来就会怪怪的啊 所以呢 这用功的因缘有的时候 一开始 还是需要怎样 好 大家一起来 共修 那大家一起来共修呢 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 坏处是什么 哎呦我们不习惯跟人家一起住 对不对 好我们来 到场呢 可能住通铺啊 好生活习惯 有人就会怎样 2点 3点就跑起来 东摸摸西摸摸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上厕所啊 要排队啊 这个洗澡要排队啊 什么 是不是 然后人跟人在一起 有的人会怎样 有人会喜欢涂涂摸摸嘛 对不对 有时候涂一些味道 我们不喜欢的 好如果是涂一些精油的话 那还还蛮香的 还可以接受 对不对 有没有很怕人家涂什么 涂香茅油 有没有闻过香茅的味道 好是不是 好那个香茅油就是我们 这个如果说是端午节啊 是不是 除虫用的 对不对 那你在旁边吻的话 你不就变成虫了吗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都 吻不太习惯香茅的味道 他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在门口出入口的地方 噴一堆香茅精油 为什么 还怕蚊虫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虽然蚊虫会不喜欢 但是人难道就会喜欢 那个味道吗 我们大部分人不爱那个香茅的味道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说 好不舒服 这是共修的话呢 大家一起住 在这个地方 会有这些 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共修也有很殊胜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 你我们一开始用功的话 你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什么功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吗 还是说来用功就是打坐就好了 你就做一整天吗 这样子会不会 会不会有成就 会不会有功效 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 大部分一开始就是都是在摸索 不知道任何的一个规矩 你要一个人这样做做做做做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啊 但是这当中 有什么问题呢 就不知道了 就一边摸索一边用功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有同修善知识的话 这个时候怎样 该去用功的时候 你就看大家都往残堂走了 你就知道怎样 时间到就往残堂走 是不是 该休息的该跑箱的都有怎样 你就听着招呼 看着大家怎么做 就怎么做就好了 所以呢整个生活的规律呢 就会非常 然后呢 大家一起来用功 因为大家用功的目标是相同的 所以怎样 所以呢 欸我们自己呢 很容易就会获得鼓励 很容易获得勉励 因为怎样 因为欸 如果有人 懈怠了 欸这些同修就会怎样 就会来劝啊 说啊 我们都用功到这个程度了 不要放弃 不要放下 所以呢 有这个同行善知识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呢 要找到 对的师兄弟 要找到对的师兄弟 一起来 来用功 来同修 那你如果找到错的师兄弟就好笑了 在同修善知识 有好处是 大家会一同勉励啊 那有坏处是什么 就是当你如果这个同修 你去 去接触的人呢 他的心量啊 没有很大 处处 有怀疑啊 有种种的一些 一些习气的时候 他就会怎样 作为反面的例子怎样 再拉扯我们的用功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 在找善知识 这个同修的时候呢 要第一个要互相劝发 互相劝发每一个人的用功 然后怎样 你不要妨碍别人的用功 不要妨碍用功 那你我们这个时候呢 不是说好 我现在就在开始找 适合跟我同修的善知识 不是这样子哦 是我们要成为 别人的这样的善知识 不要去怎样 不要去那里 换成你在脑乱别人的修行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 要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在挑别人 是我们不要被别人挑剔 尤其这道场的一个用功 我们常常会 会怎样 我们会 不自觉的 会 会 让一些人 不舒服 我们自己都要 要 好好去检查这件事情 要自己要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而不是成为别人的 一个负担 成为别人的一个 一个痛苦的来源 来到场用功了 还碰到 这样子的师兄弟 有时候 大家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呢 换另外一个方面来想想 换另外一个方面来想想 比如说有的人会说 哎 那个来到场啊 来到场有没有是非啊 来到场有没有是非 好像有对不对 那就是你们有好多是非 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说 来到场用功 很好用功啊 有的人会觉得来到场 好多是非 好多什么的 好来到场怎样子 你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心念的 养成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要真的很 去观察自己的心 尤其是 大家如果没有亲近到场的习惯 你要去学习 自己怎样去亲近去 去找个道场用功 因为找个道场用功 不是说你要归属于谁 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你是属于谁 我们这用功 我们只属于佛陀 只属于菩萨 我们不属于谁的 包含 你今天来我们这边做学员 你今天来 我也没有想说 你是我这个原道残怨的人 你不可以到别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做这个限制 你不属于谁的 但是为什么要找到道场用功 因为道场用功的形式 跟你个人用功的形式 一定是不一样 你要找到适合你的道场 适合你的道场不是说 你来了就哎呀 哎呀好久不见 然后泡咖啡给你喝 然后请你吃大餐 不是这种的 是什么 你要找到这个道场 是你心目当中 他是真正有在怎样 有在弘扬佛法 有在弘扬正法 然后有在指导我们 带领我们修行 这样子的道场是值得我们 依附 值得我们皈依的 因为我们身心托付在这个地方 你不会有过失 那你如果没有找到这样子 适合休闲的场所的话 要赶快去找 因为我们的时间都不够 那你会说我自己修就好了 自己修有很多盲点 没有人告诉你 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盲点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面对自己一个人 是不是 我们对自己会生气吗 不会 但是为什么 跟别人我会生气 别人对我会生气 因为怎样 因为那些盲点 就是我们要去找出来的 好 那所以呢 有的人不喜欢 去参加道场 想要自己修 有时候讲实在 讲实在 我们不是那个什么憨山大师啊 不是那些什么大善知识 对不对 你要真的 能修出一番成就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讲坦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怎样 你的精进绝对不够 你的精进绝对不够 不够到 可以让你自己发觉 你自己的烦恼习气 你的智慧也不够 好 因为我们用功的佛法 如大海当中的一滴沙 一滴水而已 我们呢 智慧心不会开出来 到能反省检讨自己的 这个缺失 所以呢 到场生活当中 因为第一个基本上 到场生活要求大家 每一个人要有一定的持戒 好 要有一定的持戒 所以当你的持戒跟你的律仪 没有符合到一定的标准的话 一定会被要求 好 被要求的时候就不舒服 或者是你会看到 有些人的习气烦恼 是不是 然后怎样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舒服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遇到的师兄弟都 不是很好的 那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怎样 第一个你要选择 换一个更适合的道场 找到一个真的比较 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 那第二个 为什么有的人 有的人会说 他去哪个道场 去哪个道场 然后听说这个道场 怎样 听说这个道场怎样 但是怎样 你听的到底是谁的意见 你听的到底是谁讲的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有的人呢 其实呢 我们一直以来呢 的这些挑剔都是因为 我们自己心当中的那些烦恼心 好 你 我们选择去相应烦恼心 而不去选择怎样 你去用智慧心去观察 一个 其实 每一个道场 他成立的因缘 都有他很殊胜的地方 只是说 他所发的心 发的愿 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通常 小心小愿的人 你还不一定有资格去 一些 發大心的地方用功 为什么 你受不了那种 發大心的状态 好 那小心小愿的人 你 你能永远小心小愿吗 可以跟你讲 愿力小 心愿小 智慧小 智慧浅薄 很难怎样 很很难突破 很难突破的结果是什么 很难突破的结果就是轮回 所以呢 不要以为说我有在用功 有在用功不代表就不会轮回 是你们如果没有用功到一定的量 足够突破的话 我们其实怎样 这辈子的用功很容易就怎样 就没了 到下辈子又一切都要重来了 所以呢 自己在观察到场的时候呢 自己要去想看看 譬如说 我自己 自己以前我们去亲近这个大道场 我们这个道场很有名 很多人会说去那个地方 怎样 很多人对我们道场印象就是 要出很多钱 你没有准备多少钱你不能去 是不是 那对我自己来说呢 我没有出半毛钱过 是不是 但是 我们家出很多钱的确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说 的确啊 一个道场要成就 所以我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对啊 我们 有一点能力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要 要布施 要供养 这是基本的 尤其是道场在建设 那本来就是需要大家的发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的确 是 的确是 我的家庭是属于 是 有能力 有能力布施很多的 所以 我们 我们去这个道场的时候 就是 大家常会讲的就是 我们是那种大功德主 那一种 是很大尊的那一种 是出 出上百万 上千万的那一种 所以 去那个地方 自然而然 可能就是 因为这样子 待遇会比较好一点 人家对我们很客气 对不对 然后 但是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进去 这道场 观察的印象不一样 对不对 但有的人会说 那 没有出的人能不能去 有 我没有出 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出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 也是进来用工 没有规定每一个人 都一定要出钱 对不对 那我也有劝很多人 来我们道场发薪用工 我也没有叫他们去 来出钱 但我出家之后 我去 我有一段时间在弘法 在帮忙 帮忙弘法 在外面金色 我也有劝很多人来 我也没有规定每一个人说 你要 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山上并没有规定 我们要叫 来学习的人怎样 要出钱 我们没有 我们的训练当中是没有 然后第二个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提供课程的时候 我们是 怎么说的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的禅修班都是免费 唯一要自费的是什么 你的禅修服 所以我们通常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 我们不会要求大家一来 你就买禅修服 我们说你可以先来试听 但是你如果觉得试听 很不错的话 那你就请一套禅修服 每次来你就穿这一套 这样子用功会比较好用功 是不是 那一套禅修服也才没有多少钱 那个是基本的服装仪容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好用功的 所以我们并不会 所以我们没有没有在卖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不值多少钱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受的一个训练就是说 希望大家怎样 你都是免费来这边用功 所以以我自己个人本身的角度的话 奇怪为什么 有的人他进不来我们的道场 是会因为听到一些谣言说 你没有带个五十万一百万 你是没有办法去什么 去去去去去去见到老和尚 去去去什么 去去这个山上用功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哎呦 要见到老和尚还不容易 是不是 你每天吃饱饭在灾堂那边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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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所谓的见老和尚是哪一种见老和尚 你总是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是什么 这问题不是修行的事情 很多人来找老和尚都是问一些 世间的事情 是不是 比如说生意 比如说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 问老和尚说 这未来景气会怎样 听说老和尚有一点 什么神通有一点能力 能帮他解决一些这种事情的时候 通常怎样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是 你自己的这些事情的话 会 我们通常 无事不登三宝殿 无事不登三宝殿 所以当你有事的时候 这些事是大事还小事 大事还小事 通常生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 对不对 要不然就投资 未来的方向 对不对 要不要去 你有时候你看不清楚 人家跟你赢了一个 大比的生意 你会觉得说 奇怪这个生意 对你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 可能有几亿 几百亿的收入 对不对 但是有多大的收入 就有多大的危机 他会不会是趁机是要怎样 是不是 你怀疑你决定不了的时候 你通常就会怎样 找个 那个有能力的人来问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怎样 生了病 绝症 对不对 是不是 连那个医生都没有办法医的 怎么办 怎么办 就只能来找老和尚嘛 对不对 所以 会有名的就是 有这些事情 对不对 然后通常 如果说我们跟你办一场法会 然后你的这个绝症没了 我们会不会拿出来 做一点广告对不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也会常常听到 有些人会这样 因为我们通常在劝 劝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 因为每一个人的姻缘 有的人会不知道说 他可以 他可以这样子来 来去请到场 其实呢 以佛法来说呢 当你身上 当你身心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 逼迫有一些 过不过去的难关的时候 其实通常最 最简单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 行大布施 在佛法当中都是教大家说 你要行大布施 所以呢 你会常常听到 会叫人家出很大一笔钱 其实是因为我们会劝他说怎样 因为他所有的能力当中 他唯一做得到的就是什么 都是出钱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 有钱人嘛 对不对 然后山上再需要建设 你用这个行大布施 让很多人有修行用功的机会 那这个功德回向给你 希望可以帮你消灾免难 是不是 你会听到的是这一些东西 但是呢 你如果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 我就是 我就是只是要来 用功来学习佛法 基本上你不需要出到这些啊 你又没有什么病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平民小百姓 如果也有这病有 有没有办 你没有办法出钱来起见法会 但是你可以怎样花时间来怎样 来参加法会啊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连这种 都把它当做一种 让自己没有办法来参加的理由 是谁在障碍自己 有时候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人 人啊 有时候在贫穷的时候 他的确是怎样 的确他 你要叫他做布施是不容易 是不是 所以叫做贫穷布施难 豪贵穴道难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有钱的人 你要叫他来修行啊 不容易 但是叫他出一点钱 他相对来讲 他是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说连自己怎样 你在贫穷的时候 你需要的解决你的难关 就是要你布施的时候 通常很难劝发的是大家的 什么 布施这件事情 所以呢有很多人会听到说 啊这什么 要人家布施 其实所有的道场都要人家布施啊 是不是 难道不用吗 你再怎么样去参加一个法会 没有1000块也500块 没有500块也100块嘛 对不对 你要写个牌位 你至少都是要 要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啊 是不是 这是 这是基本的啊 你基本上 你如果有 有求的话 你当然就是你要有一点 有一点最基本的一个布施嘛 因为布施是所有当中最 最看得见最容易去 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但是 但是我们从也从来也没有去跟人家讲过说 你这样子不行 你要想办法去凑一笔钱 来 才能解决 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讲过这种事情啊 这 这个要求 这还能讲的 对不对 通常就是 但是我们是 是对有一些看他自己知道说他有一些能力的 我们才会去开口讲这些事情啊 那本来就是 道场需要有一些人 发心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找这些人 多发心一点 你有能力嘛 要不然 好你如果不想要出钱 有一个方法 你怎样 你来出家半年 你来出家一年啊 你用修行来突破你的一个 一个 一个身心的业障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可以啊 问题是你敢吗 你敢为了这个放下万元吗 是不是 这就是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布施持戒忍辱 金金禅残残波折 请问这六波罗蜜当中哪一个是你的突破点 相对来讲最容易 是不是 就是布施最容易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如果连钱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大问题了 不是这样吗 这个世界的鬼则就是这样子啊 好 你说好 那我不要布施 我持戒可不可以 我持戒来解决问题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但是会发生很大的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要持什么戒 五戒可以解决问题吗 我跟你讲不行啦 要什么 你最少都要250戒了 出家戒 你才能解 而且出家不是投剃了 叫做出家呢 是要真的延迟250条戒 才能解决 为什么 因为 持250条戒 由戒 就会产生禅定力 禅定力呢 就是什么 他会扭转身心的叶元 他可以用来扭转 他可以用来扭转 他就在调嘛 这个我们都会讲啊 他就在调身调心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入到禅定 因为我的身心够清静 因为我的身心够清静了 今天身体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身心不清静 四大不调 所谓的四百四种病 四百零四种病 就是从什么 从四大不调 每一大会产生一百零一病 所以四大不调 会产生你的混合组合的不同 会有四百零四种病 就是这个世间所有的病呢 都是因为四大不调 所以如果我们四大不调的话 你不要讲说入禅定 身体要好都有问题 所以本身修行就是在调整 调整我们自己的四大 所以其实我们 为什么说修禅定可以长寿 修禅定可以健康 就是这个道理 只是说 如果你修禅定只是为了长寿 为了健康 有没有很可惜 禅定可以用来做什么 能用来开智慧 能用来承道 能用来让自己永远怎样 脱离生死轮回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拿来执 但是你说有没有能治病 有 后面也有脚 治病 禅定也可以拿来治病 而且是治什么 不是治感冒 是治觉症 也是可以 是不是 只是问题是 你都没有禅定 你都没有禅定的话 你凭什么治觉症 是不是 所以通常 对世间人来讲 他没有打算要修行的人 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出浅而已 江湖一点觉就是讲这些 要不然我们这些和尚怎么混饭吃的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最坦白的就是 做法会就帮大家消灾免难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现在流行的就是做法会做灿 做什么的就是消灾免难 就是消灾免难 所以说穿了就是出钱解决问题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要免费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 问题是你没有资格 你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一种方式 是不是 要不然你要大精进 那大精进怎样叫大精进 我一天念十卷经 是精进还不精进 告诉你 你等到一天能念二十卷经的时候 再来跟我讲精进这件事情 是不是 问题是你有办法过这样的生活吗 在家里面有办法吗 我跟你讲没有办法 你没有到 道场里面 二十四小时的所有的东西 都帮你打点好了 你怎么有可能 要不要吃饭 是不是 吃饭谁弄给你 你自己得去找饭来吃 对不对 在道场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法师一天也可以念二十卷经 就有人去负责煮饭 时间到大家 吞吞吞然后就继续 因为一天要念二十卷经 那个是怎样 连上厕所都用跑的 是不是我们法师是这样子试过 他们也是这样子去拼过 是不是 不是那个生活就是像战斗一样 但是能不能这么精进 可以 偶而为之一天两天 但是你要一个月 能两个月能三个月 你如果能半年都这么精进的话 有什么病是不会好的 有什么困难是不会过的 都会过嘛 对不对 问题是你能半年持续这样的生活吗 在家里面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不对 没有人愿意护持你半年这种生活 是不是 就算有人你就一个人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 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这个自己 你如果以后 你自己有在清静到场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现象是你 你会产生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 可能有的人是没有问题 你善根深厚 有的人可能就是 天性就多疑 要怀疑东怀疑西的 那我就跟你讲 讲解释一下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一个因缘 那你会觉得说 你今天如果说 你自认为说 我们自己就是 一边的拼命小百姓的话 我也出不了多少钱 我也呢 也就这样子 你叫我去多多用功 我就是能尽量安排时间 安排时间 你要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状态 我要知道说 为什么有的人 天生时间很多都可以跑道场 为什么我就百忙之中 我就不容易 你要知道 这也是你自己的业缘福报 好 我们所有东西只能从这个地方检讨 你不要检讨别人 好 但是现在师傅在帮你去分析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不是因为这样就任命了 就不休了 我们要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 你要去算 我有多少时间我可以去清净道场 我有多的时间 我有多少的金钱可以去做布施 是不是 如果我没有办法金钱布施的话 你要精进用功 要比人家多一些 是不是 要凭什么人家有的你也有 是不是人家获得禅定你也有禅定 我们总是要付出 付出不是付出给师傅 也不是付出给道场 但是有的道场会叫你 你要付出给师傅 付出给道场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有的不是 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他连道场是什么 他都分不清楚 佛道不分 或是种种的一些信仰他都不懂 是不是 他也可能去乱拜一些师傅 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 我们不能预设大家 因为假如大家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帮大家选择你的师傅 我们只能给你讲一个介绍说 什么样的师傅你可以去找找这样子 但是我们没有强迫大家说 你能找谁不能找谁 只是说我们大概跟你讲一下 大概跟你讲一下就是 有的道场 我们的所有的发心 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法生会命 为了怎样 为了我今天呢 我信仰佛陀 我不是把他当神明白 而是因为佛陀是透过一个 很有系统的一个用功方式 这个系统叫做六波罗蜜 你不思慈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他透过这种方式而修行成佛了 这一个行为是值得我们怎样 学习效法的 不是说拜了佛陀之后 我们就会怎样 就会开心就会快乐 你如果的信仰结构产生问题的话 就是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 你去拜个某个师父 拜个某个佛 拜个某个东西这样子 这个叫做迷信 因为这个是你没有结果的 你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改变自己的身心 你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信仰的行为 改变自己的身心 这种方式叫做迷信 所以佛陀他会告诉你说 来道场之后要修什么 37道品就是你的善知识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道场的组成的成分当中 没有让你在潜移默化当中修37道品的话 我们的身心要改变基本上是不容易的 那身心改变了之后 你最后你能修成跟佛陀跟菩萨 一样的功德的话 这才是真正道场所应该发挥出来的功能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修行 成佛 成菩萨 成圣 成贤 而不是希望你来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拜就好了 不是在这个地方你信就好了 你信什么 是不是 这一种信才是会有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真正知道正信佛法 什么是正信佛法 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的用功 有系统的训练 每一个人都能获得 跟如来一样的境界 一样的功德 这样子的信仰才是佛陀在教的 所以我们才会 你如果今天来到一个比较正统的 比较正派的一个道场的话 他会跟你讲佛教基本上不是宗教 佛教基本上是教育 因为佛陀走的是教育 佛陀走的不是信仰的那一条路线 你不用信我 是不是 你今天信的这个佛陀 不是信那一个个人 是信佛陀 他成为佛陀 是经过六波罗命的修行 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只叫做信仰而已 他是这个 这个就是可 可教可学习的对象 这个是一种教育 这是一种学习 所以我们是透过学习而成就的 所以他没有叫你说你信我 你听我的 我就可以给你什么 没有这回事 你要信仰我成就的这一条道路 你要信六波罗命 你要信这些道理 然后依照这道理去用功 这是比较正式的 比较正确的一个学习方法 而不会产生迷惑 因为他都有理论根据 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跟你交的这些 就是理论根据 只是这一个地方是一个 在一个很重要很基础的地方 但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去跟大家去讲解清楚 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人 都要具足这样的能力 所以呢 你今天来信仰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 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没有用这一套理论的方式在信仰 是不是 因为大家来学佛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子 那么努力用功的 所以有很多人 还是偏向那一种怎样 就是冲着师父啊 冲着道场 冲着什么 冲着迷信的成分 来的 你会遇到这样的师兄弟 是不是 所以你要去看 如果这样的师兄弟比例 是算比较多的话 可能会产生 会让你怎样产生很大的困扰 因为你要加入他们 还是不加入他们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样的 你不加入他们 你就会被排挤啊 是不是 他会说你不虔诚啊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也是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 我都会拿一些自己观察的状态 我们的确也会有很多成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包含法师 包含 包含信众 还是会有很多成分 因为大部分的人 他并不会去认知到说 自己要修行这件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怎样 我没有空 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信仰 然后怎样 我就这样子 能回馈我什么 就回馈我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这样的心态 都加减性这样子 是不是 但是你说他叫他来用功 他不一定能用得下功 为什么 因为他 不认为自己要花这些时间 他不认为自己花这些 甚至他不认为他自己花了这些时间 有收获 所以他干脆把这个信仰的核心 转移到怎样 转移到 能给予他便宜 给予他帮助的 其实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有的会说 来布施来供养 师父你要赶快成佛 成佛之后你要来度我 这样子 就会有这种话 讲出来这样子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子 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们今天在上课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说 我只能勉励大家说 你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信仰 因为这样的信仰 你到哪里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是会这样子 好 你会碰到很多人是这样子 也会碰到有的 不太是这样子的道场 那这次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你要去参加哪一种 比较适合你的道场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那一种 我都不要想 然后最后就怎样 就能获得好处的 那你就要找那种 不会要求你要这样子 去学习 要教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摆得好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要去找那一种道场去 去皈依 你才不会在我这边 获得那么多的痛苦 因为我都会告诉你说 你要念多少经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然后会有很多规定 有很多的要求这样子 你自己要去选择 适合你的一个方式 我们也没有说 那个东西是好或是不好 只是可以跟你讲说 那个会比较偏迷信 比较多 不是摩 其实不是摩 只是说 他在某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佛法 他是每一个过程 他都有需要的 包含 包含这些 你说 你说这些外道 有没有需要 也有需要 其实都 最后 你会发现 每一个过程 都是你成佛的资本 因为佛 不会排除任何一切 佛是包含 所有一切 世间一切万法 佛都会 是不是 只是佛有选择 要用或不用 但是有很多方法 佛都还是会 只是对不应付不同的人 他会拿出来用 不拿出来用 只是说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这个中规中矩的办法是好的 但是对某些人来讲 其实有的人 他不是用这种方法度的 那你说他是魔还不是魔 其实 其实所谓的魔 他也是菩萨 对不对 你看那个第六 他画自在天 他画自在天 就魔王波寻 是不是 他有没有来参加法研法会 有啊 对不对 然后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那经文里面 讲说 乃至怎样 这个 那个 八项成道当中要降魔 对不对 对不对 降魔是 是把魔打死掉吗 降魔这件事情是什么 如果以大家心里面来讲说 降魔是干什么 把魔打死 把魔赶跑 对不对 降魔这件事情是 你用道理劝说 让魔怎样 你当然你会发生光明啊 你有护法善神 对不对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魔也发菩提心了 这件事情 叫做降魔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不会成道 不会成道 所以八项成道当中 的降魔是 你真的 连魔都发菩提心了 那为什么魔 不会发菩提心 其实魔是谁 魔是第六天的天王 叫做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是修时善还是不修时善 他修时善 但是他的认知当中 就只有时善 他没有认知到时善之善怎样 舍掉的时善是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他就是时善当中的最极致 所以基本上魔是善 魔不是恶 只是他不知道欲之外 还有什么是可以值得追寻的 是不是 所以他才停留在欲界 他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这样子享受 所以他其实 你说他来诱惑佛陀 他是用什么诱惑 我们常常讲用财宝 是不是 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魔 你们都拿金钱来诱惑师父 你懂意思吗 本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点能力的话 你都会拿什么 拿金钱来供养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拿金钱来告诉你说 你那么辛苦 你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对不对 佛陀说我这么辛苦 我不是为了金钱 他就会很好奇 那我看你这样子 那你是为了美女吗 所以他就给你一大堆美女 他说我那么用功 我不是为了美女 那你还要为什么 你要做国王吗 你要做什么吗 佛陀告诉他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那么辛苦 诚佛要怎样 三大阿僧其解 这么辛苦 你想想看 我们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 那我一辈子为的是什么 金钱嘛 生活嘛 对不对 为了什么 住的享乐 住的快乐一点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 你们 你们来产业 有没有打过地铺 对不对 你在家里有没有打过地铺 对不对 是不是 那难怪不要 不要来道场修啊 为什么 我那从来一辈子都没有做过榻榻米 对不对 是不是来产业还第一次就感受到了 做了做 做 做了榻榻米的这个床铺这样子 你觉得舒服吗 很不舒服 对不对 还是家里的棉被舒服 还是家里的什么 是不是 家里的棉被可以用那个什么 蚕丝 都 根本就没有重量 对不对 又轻又薄 对不对 又暖对不对 产业给你什么 棉被 他有一辈子还没有住 还没有这个 盖过那么重的一个棉被 那你说你会来修行吗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 一辈子只是为了什么 舒服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他来选择道场 他也想要舒服啊 那问题是如果道场不提供给他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我休息好痛苦 对不对 其实不是 那么辛苦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你我们是故意让自己辛苦吗 其实不是 是那个 最后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哎 花这些时间去追逐这个的话 他反而会变成以后怎样 更上一层楼的障碍 所以你要有 有有 赤地的跟有规划性的要去怎样 减少这些 所谓的享乐 减少这些享乐是会让 是要让自己变得不快乐吗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为什么会告诉大家 去学习这一套 这个禅波罗蜜呢 因为他就是在 这一个地方 慢慢的就跟大家解释的 我们都以为修 其实 其实我们都 都讲坦白的 我们都会觉得修行是一件 很苦的事情 因为怎样 要修苦行 要 要什么 这个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以为 会让 其实所谓的修行当中呢 为什么会让你感觉苦 因为我们修行 所接触到五欲 所谓的色身香味 醋啊 你接触到的色身香味醋 跟你所享用的 所谓的财色名食 这些东西 它是有一定 有规划性的减损 有规划性的减损 只是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 世俗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世俗人 所以一次 其实是 减损很多到一个 我们 不太能接受的状态 是不是 所以你会有点 排斥修行 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怎样 次第性的先 我们要自己认知到说 它是要有规划性的减损 所以你自己 就要有一些自觉 有一些自律的规划性 然后呢 去有一点接受 这种可以接受的减损 那也有人会 会来修行 他第一个 没有办法突破的原因 是什么 他就是不想要跟人家一起住啊 有没有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 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 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你也可以要求啊 是不是 譬如说你来 你来参与我们 跟大家安排饭店 我们也可以跟你讲说 你也可以要求 一个人住一间啊 你就多花一倍的金钱而已啊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给你住单人房 这样子啊 你便 你就可以啊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要像 跟大家花一样的钱 那 然后你要 你要你要住一个人 那不可能啊 因为一间房间是双人房 你总是要 要有这个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觉得说 我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办法过关的话 那你可以提出要求 我们只是在帮你多 另外再租一间房间而已啊 是不是 那你如果说 我也不想出钱 我就想住道场 你住道场 他住的跟你家一样 还要准备那个弹簧床 那就没有办法 是不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住啊 我们怎么有可能为你再去买一张弹簧床 是不是 还要买跟你一样的床 席梦思的 那我还拿拿拿拿拿来那么多钱 然后 买了之后我们还要想办法处理掉 因为我们每一个法师都不住那一种床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怎么有可能应付这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怎样 如果你向往一个道场生活 你其实很简单 都是从这个地方 你自己要有规划性的说 这我会有一定的减损 但是为什么要减损这些享乐呢 因为其实到后来跟你讲 因为最后我们是可以不需要这些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境界之后的禅定的乐 禅定所给予自己的那个是真实的快乐 这种五欲的快乐都会有毛病 是不是 五欲的快乐会有毛病啊 会有什么毛病 是不是 现在叫大家去躺地板就 就会很痛苦了 对不对 是不是 现在如果叫大家去躺地板一定很痛苦 不要讲你我也很痛苦啊 我也叫我躺地板我也是睡不着啊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五欲给你的毛病 我们没有办法比现在的生活更低的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比现在生活更低了 我讲更难听一点了 你叫我现在去做国光号我也做不下去 高铁住习惯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这师傅夭壮壮这样 花你的钱这样 花到 就是其实呢 我们怎样 五欲所带给自己的方便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给自己的不便 因为 这些 五欲是怎么来的 你没有付出不会有收获的 所有世间的道理都是因果嘛 没有付出不会有收获 这些都是过去的付出 现在只是收获而已 但是呢 我们如果没有做相应的付出的话 是不会再有这些收获 所以我们现在用掉了多少 就少了多少 未来会有还是不会有 是不是 未来会有会不会有 所以只要未来比这样的生活更减损一些 就会产生一个感受 叫做什么 叫做苦受 那未来如果比现在的状态还好一些 就叫做热受 但是热受最后为什么会变苦受 因为你最快乐的极点最后就是哪里 叫做他化自在天 等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吃苦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当那个之后 你就算掉一层天到化热天 你都觉得很苦啊 因为你没有他化自在天的快乐啊 是不是 所以众生为什么最后都是回到苦 因为这一种状态 欲戒的享乐都是比较来的 都是比较来的 他不是绝对指他是相对的 他是比较而来的快乐 所以这个快乐是不会长久的 不会长久的 好 你有没有想过 小时候 小时候吃一次大餐 是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去吃个馆子 吃一次大餐很快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吃大餐会让你快乐吗 麻木了嘛 对不对 所以快乐是会递减的 快乐不会永远不变的 就好像什么 毒品一样 你一次一点点 一次一点点 越后来怎样 你需要的量是越大 而且还没有办法 达到你当初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些快乐追逐下去 他是怎样 他是血本无归 因为我们没有再大的吃鸡的 是不是 我们小时候吃一餐大餐 就会很快乐 我们现在呢 你可能买一间房子 还不一定代表你快乐 因为怎样 你要看到贷款 要看到什么的 是不是 付了那么多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事情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 越越 人越长大 却没有因为自己怎样 却没有因为自己得到了越多 而得到快乐 快乐是会递减的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最当初的那一种 一点点开心就快乐的那一种状态 我 有没有人的快乐 以前有没有那种快乐 可以快乐一整天的 那我很小时候其实拿了一个什么玩具就可以怎样 玩一整天都不会腻 对不对 你现在呢 是不是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这样子 是不是 你看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不是 人手一只手机吗 对不对 像我们这种 有的时候 一两年 换一只手机的时候 怎样 玩半天就 就丢到一片不玩 为什么 看多了 看腻了 是不是 以前的人不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都很快乐 现在不会的 因为快乐是会慢慢递减的 所以这个欲界的现象是这样子 佛陀就告诉这些天魔 就说 这些快乐它是不是长久的 所以我不是为了追逐这些快乐而来的 我是追逐更永久的快乐 是叫做什么 真正的极灭 极灭之乐 这才是我所追求的 所以 这些 这些天 这些天魔 他本身 他就是有一点点智慧 要不然他不会成就这么高的 善 对不对 所以他听了 他才知道说 原来他一直以为的快乐只有围绕在这里 不是的 应该还有更高的一个境界 他从此他发心发愿说 我要认真的学习 去获得更更殊胜的境界 因为这样子 他才回心转意 不再去逼迫佛陀去享用这些快乐 是不是 因为他认为每一个众生都应该享用这些快乐 你得那么多的努力不是应该值得这些快乐吗 要不然你努力那么多是要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改变了心念 他不再去干扰佛陀 而去让佛陀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尊重佛陀 然后呢 开始去学习佛陀这一种 这一种用功修行的方式 发菩提心 所以呢 你说的降魔是什么降魔 是不是 所以我们自己对佛法的概念不够清楚的话 我们自己就要去了解 所以当我们自己在这用功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选择 选择到场的时候 你也是会同样 会有发现同样的状况 有的人成分他就是信仰 在一种什么 就是一个迷信的状态 但是你如果认为说自己要一个正性的话 好 我们正性的状况之下 如果要突破身心给予我们的限制的话 所以呢 刚刚才会讲 最简单的方法叫做什么 就是大布什嘛 对不对 出到一个很 你自己都 都会 觉得很不容易的一个数目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嘛 就是出钱 因为大布什本身就是六波罗蜜之一 他是一个很好相应佛法的一种手段 是不是 那第二个就是要怎样 大持戒 那大持戒的话 他就不是什么五戒什么这样子而已 是不是 基本起跳都是二百五十条戒 出家戒 你唯一只有这样子身心奉持 这样子产生一个禅定的力量的时候 他能扭转自己身心的业障 他是一个 那大忍辱 大忍辱 大忍辱 然后大精进 是不是 那忍辱就是 忍辱其实是持戒的升华 是不是 忍 忍不是只有忍受这个戒律的一个要求而已 他还要怎样 忍受你心对外的攀缘 是不是 所以忍他是一个禅定的一个很好的前方便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能够忍会不能够忍的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呢 就在于你的六根 我们的六根向外的话你就忍不住了 对不对 你看到你就想发脾气啊 你看到你就受不了啊 其实要让自己受得了的最好方法就是怎样 眼不见不近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啊 你就不要看了 你就忍住了啊 是不是 你看家庭为什么会有事 你要去忍不出去抓狗你就有事了啊 对不对 你不抓就没事了 你不去看有发生事情就没有事情发生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不要去贪财 不要去贪色 但是呢 他怎样 你眼睛不去看你就不会有事 耳朵不要去听 其实解决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怎样 你不要去看 不要去听 不要去讲 是不是 不是有那个三只猴子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一个遮住眼睛 一个遮住耳朵 一个遮住嘴巴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你只要这样 这种行为叫做忍 这种行为叫忍 不是说什么东西打到你身上 啊我在忍 你又不是当地你要忍什么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叫忍 是你的心不去往外了 这件事情叫做忍 所以忍基本上是他比这个持戒还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因为他就是真正 他是一个初步的隔绝 隔绝身心与外隔绝的一个很好的法门 所以忍心不动 你心不要往外攀圆 他是一个 然后呢 精进如果能一直不断的奏夜当中 一直这样子持心啊不动 然后呢最后呢你会产生禅定 禅定 因为你在这禅定境界呢 你真正断除了与一切烦恼的什么 我们上次不是有跟大家讲那个烦恼吗 是不是智慧跟烦恼 其实智慧就是你没有烦恼 就叫做智慧啊 不是你得到了一个智慧 那让你降服烦恼 不是这样子 是你降服了一切烦恼 所以你就是这一个状态叫做得到智慧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你多了一个东西 而是你就是在烦恼当中你再也不相应了 所以透过禅定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功效 那你今天呢 如果要选择要用功的话 我们势必在佛法当中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这几种方法 叫做六波罗蜜嘛 那你我们能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开始的用功 还是得从布施下手吧 对不对 所以布施下手当中 布施有三种 一个是财布施 一个是法布施 一个是五位布施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对财布施没有能力的人 你可以选择什么 用法啊 用法布施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用法布施 就是你没有办法出钱你就怎样 你就出时间来念经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你身心奉献在佛法当中啊 用功在佛法当中啊 努力来学习佛法啊 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啊 你从法的部分去努力去下手 不想出钱你就认真学就好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这样子啊 你又不认真学你要在这里 你最后就会起烦恼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一次起烦恼 其实有的时候是自寻烦恼 自己找来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说 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自己要去检查 去检查 检查自己现在身心状态 我是属于可以 可以出多少钱的 我是属于可以花多少时间来精进的 我们要先评估好自己的状态 你如果检查一下子 我又出不起钱 我又没有办法来用功 那你来道场来乱的 不是这样子吗 你是来整师傅的 还是师傅在整你啊 我们要自己去观察自己的状态啊 你不是来到那 他说师傅你看着办 我看着办 就扫把拿了 就把你扫地出门就好了 怎么看着办 来这里用功不用功 是自己要看着办 自己盯着自己也用功啊 是不是 道场的因缘是这样子的 今天呢 如果没有这个道场的话 请问大家在哪里用功 在家里面嘛 对不对 但是在家里面用功 你就失去了一个 学习效法的对象啊 我们就不知道 从哪里去找到自己的问题 从哪里去用功 道场因缘只是把一群 志同道合的 有事之事 有想要用功 有想要修行的人 大家聚合在一起 是不是 所以 今天当然 这主持这个道场呢 我们叫助持嘛 对不对 主持这个道场的理念 要 要 要殊胜嘛 你这道场的因缘才会殊啊 所以为什么说 诶 这一个 这个我们 我们这原道场因缘 我们为什么很欢迎大家来 因为我 我会跟你们讲我的理念啊 比如说 好 我跟你 你们讲过 说我这道场 我做法会 我从第一天 开始到现在呢 好 人家问我说 这道场 大家的发心 我们参 这么多法会 有 有要发心多少吗 我 我从来都跟大家 讲一句话就是什么 你就是水洗 因为我知道我们以前到场 开玩笑 那也的确啊 我们有设很多功德项目啊 你达不到这个功德项目 你就不能叫这个功德主 对不对 我们有好多名称 对不对 我们没有 我们都没有 我们从来都不去跟人家设一个项目 我们都是随 你自己的欢喜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 我不想要用这个来限制大家的发心 是不是 所以你水洗有可以怎样 也可以欢喜出个一千块 五百块一百块 也可以欢喜 我开心的时候 我就出个一千万个 不可以 这也叫做欢喜啊 也叫做水洗啊 我为什么要限制大家的发心 你以为水洗就是出小钱吗 水洗就是你自己愿意多少 我师父都不给你建议 因为那个才是你自己最真实的发心 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发心 但是我如果给你规定的话 你就会怎样 就有压力嘛 就有想法啊 是不是 所以我我从来以来就是 你在这个地方 你我我并不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成立在道场的理念 就是希望怎样 有有有有在 有在募款的道场很多啦 对不对 那我们道场也是需要 但是也没有需要到那么多的程度啊 是不是 所以你你今天你不用说一定要 要拿这个让我欢喜 我也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啦 但是我们的希望怎样 希望说这个时代 有能好好的去研读这个佛经 有能好好的用功的道场 能提供这功能的 的确就是不够多 不够多 不够让去应付很多想用功的人 所以我希望能成为一个 多给大家提供什么 用功机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一直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我们都是朝这一个地方去发展去 去努力的 那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直散播这样子 所以这这么多年呢 也快要十年的时间 我们也就一直一直有一群人 都是很精进在用功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那你不精进用功的 迟早就是怎样 你就是会不相应不相容 因为怎样 是不是开口闭口就问说 你念了多少经啊 你用功多少 你有没有在上课啊 是不是 那没上课的时候 我们师傅们都很明显的 那一听到说 你都没有在上课 我脸就拉下来 说你不上课 你来干什么这样子啊 我们当然就得罪人了 不是这样子吗 的确啊 你不来上课 你来我们这间庙干什么 你别间庙没有要求你上课 你不去过去那边 你来这个地方要求你上课 我们唯一能提供的服务就是上课 你如果连这个服务都不要的话 那你来干什么 你来的目的就是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因为我还要花时间应付你啊 但我时间要拿来怎样提供 我有时间要提供课程给别人啊 我为什么有时间要去应付你个人 是不是 这就是问题啊 我们不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为 作为我的诉求啊 那你不要来 你不要说师傅我看你很闲啊 我来帮你打发时间 那拜托不用这样子 是不是 不需要 所以呢 我们自己在选择道场 自己就要去找到一个 你能志同道合来用功的 我们来用功这样子 但是用功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 我们会有很多 这一部分的烦恼息息就是 你会去看到有人发心很多啊 那我要不要发心很多钱啊 是不是 你不用去考虑这些啊 你自己愿意发心多少 是你自己的发心 不要去学习 不要去强迫自己学习 别人的那一种方式啊 因为 对有些人来讲 的确这个是对他来讲 比较轻松的方式 是不是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适合我们 我们自己能发心多少 自己量力而为就好了 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比较 当然 当然 有的时候我们会 特别称赞 事实上人家就出很多钱 让我们可以过得快乐一点 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佛法的 弘法的事情啊 我们赞叹他一下难道不行吗 难道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那我们随喜欢喜去鼓励赞叹人家 是不是 总会变直变成好像说 会讲一些这种类型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基础的教育 大家要去 要去知道的 那当然有的时候到场一大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传达到这样的观念 理念 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在什么 在课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去 跟大家讲说 要小心谨慎自己的心念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不要为了这些事情而起到烦恼 那很不值得的事情啊 因为好不容易有一点善根 来到场用功 就起这种烦恼是很好笑的啊 是不是 这很可笑的事情 你比较这个东西干什么 好 那如果说我们来用功的话 其实最应该担心的就是 那什么问题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用功 是不是 其实做师傅的责任就是帮你排除什么 排除不能用功的原因 是不是 师傅的责任 师傅的功能就是在帮你排除不能用功的原因 是不是 但是你会觉得说 欸奇怪齁 我来这里上课那么久 师傅好像没有管到我 连爱理不理 可能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想要排除你的问题啊 你没有想要排除你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会认识你 好 我不用主动出击的人啊 为什么 我为什么 凭什么我要热脸贴你的冷屁股 你 你有想要修行 没有想要修行 我又不是大家的回崇 我怎么知道说 谁想修 谁不想修 我们都预设每一个来听课的学员 就是有基础的怎样 想用功的一个问题 一个条件了 对不对 但是想用功到什么程度的话 通常我们不会去问 不会去过问那么多 因为这个问题是留在你要来问 不是我们来问 你要懂得这个互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事情呢 我顶多就是鼓励大家 你要多多念经啊 有空来参加法会啊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欸 什么时候才会 帮助大家呢 你真的来参加了 你真的来了 是不是 欸你就有心嘛 是不是 我们距离 的确是 我们是有一段距离的啊 大家的确也不像说在高雄那么方便 对不对 好 那有一个距离 好 那你如果 连这样子都愿意去突破那个距离感的话 就代表说你是真的比较有心 那当然你就会获得比较多的关心啊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都没有心的话 欸我常常跟你们 跟你们抱怨啊 说什么 欸我是五点起床 来坐高铁上来的呢 对不对 你们今天几点起床 是不是 你不要跟我讲五点起床 你是老了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 欸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的话 就是 欸为什么说 你会觉得说师父没有关心到大家 师父没有注意到大家 因为你没有做值得让师父注意的事情 是不是 相对这些 如果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萍水相逢 我们的缘很浅 就是两个礼拜一次 甚至 你如果一个礼拜不来就是 就是一个月一次 甚至你如果这个一个月没有来 我们甚至有可能是两个月才见一次面的 这种交情很浅 所以我们一开始 对每一个人交情都很浅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慢慢的 我会认识这个认识那个认识这个 因为他们很勤奋 有真的去 付出他自己的努力 相应的努力 然后他会来接近 他会来问问题 那问问题 那问问题 有的人问问题是属于那种恶心的问题 有的人问问题是属于那种 很有深度的问题 那什么恶心的问题 师父你几岁了 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 师父你那么年轻 你都怎样 好可惜喔 这就是归属在那种恶心的问题 你每次问我这些八卦闲聊干什么 是不是 你又不是我的谁 我还要跟你去生家 你又不是警察来问案的 对不对 我还要给你出示良民证 对不对 我们没有良民证 我们没有去申请 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交代我的背景 对不对 我又不是罪犯了 要给你这样审问的 所以这种是偏向什么 所以偏向无聊恶心的问题 你不需要问师父这个问题 是不是 我出家几年关你什么事情 是不是 等你出家几年 你再来问我这件事情 还差不多 师父你怎么有办法出家那么久 这样子 我出家一年都想要还俗了 那时候我就会教你怎么去 去努力的 对不对 你没有出家的人 你凭什么问我们出家几年 你懂意思吗 你又没有要用功 又没有要出家 你问这个东西 我管太宽了 你住海边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你要问有深度的问题 慢慢的就会对佛法 我就会知道说 原来你听那么多课 你不用担心说 我告诉你 在我们这种心目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 可能就是学的都是 因为大家的学习 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我们的学习 都属于那一种 没有系统的学习方式 然后很不巧 你跑来听我的课 我也是很没有系统的 我是勉勉强强 刚好有一本书 看起来很有系统 其实我都没有系统这样子 所以我只是很喜欢在每一件事情当中 就是我都会随便乱延伸 然后就讲了一些离题的事情 可能你觉得有用 可能你觉得没有有用 那我就当做一种闲聊 但是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学习 是没有系统的 没有什么系统 你知不知道天台中 天台中在讲什么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华言中 华言中里面在搞什么 你知道禅宗 禅宗在讲什么 我们没有系统 因为你对这些宗派都没有概念 都没有概念 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有一次那个谁 那个有一个法达法师来 法达法师来了 他就问说 他的法达法师来 他就怎样 来顶礼 顶礼怎样 头就不点地你知道吗 你来磕头 磕头又不磕头 那你干嘛磕头 对不对 是不是 尤其是六祖大师他是代表佛陀 你可以对佛陀那么不恭敬吗 是不是 你进去 大家如果进去庙里面 你拜佛的话 头有没有磕地 有对不对 你对个石头都可以磕到地了 对一个真正可以教你的师父 你不磕头 是不是才是有 逻辑上才是有问题 会教你的人你不磕头 不教你的人你磕头 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盲点 是不是 这是我们修行的盲点 所以法达法师就出现这盲点 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就说 因为我送法达法经已经送了三千步 送法达法经三千步 有没有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两千多卷 两万多卷 好厉害 是不是 他花多少时间送辞很厉害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他很了不起 因为怎样 听说六祖怎样 没读书 你没读书的 我这读书的我还要拜你 还要磕头这样子 所以心里面不甘愿 对不对 所以 的确有这个问题 所以六祖跟他讲说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如不要来 你来的目的 只是为了要看我这个人 长得好长得丑 是不是 那你也看过 你可以走了 是不是 你这样对你修行没有用处 是不是 如果你修行能真的悟到我这个境界的话 你再来说你不磕头 问题是你没有 是不是 然后升起这么大的慢心 你最后会成什么 你不会成佛 六祖大师就直接跟他点破了 是不是 就直接跟他讲清楚 然后他就 觉得很惭愧 觉得真的是很忏悔 然后就跟六祖大师说 他以后不会这样子的 然后就问六祖大师说 我这么多年虽然送辞这个法华经 但是怎样 但是我还是不懂他里面的意思 所以常常对经文里面有疑惑 所以六祖大师就跟他进一步讲什么 讲说法达你的名字很好 叫做法达 对不对 法本来是通达的还是不通达的 法是通达的 但是怎样 你自己的心不通达 是不是 法是通的 是你心不通 法是没有疑惑的 法经是没有任何疑惑的 所谓的经 经这一个字 法华经 经他本身具足什么功德 叫做贯色常法 他的义理是贯通的 他能射受所有一切众生 他怎样 他是常的 他不是无常的 他是亘古不变的 从三千年抢的这些佛法到现在 还是不会随着这个时代改变的 他是一个字一个句 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真实的道理 所以然后法 他是所有一切的诡则 他是没有疑惑的 只有没有诡则的 才叫做没有诡则 法经典是有诡则的 他是所有世间一切万物的诡则 所有一切从人凡夫要成佛的诡则 你要透过学习经典 所以经他叫做贯色常法 他是真正不会让人有怀疑的东西 是你的心在怀疑 不是法有任何的疑惑 看不懂经典是什么问题 不是经典看不懂 是你自己的业障看不懂 你要懂得这个是道理 所以今天如果看不懂经文的话 你不寻求看懂 不寻求学习的方式 然后怎样 把时间浪费在浪费一辈子怀疑经典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不会成道 你跟我 我们为什么都不会成道 我们现在是很坦白讲这件事情 不会成道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怀疑经典 不是经典有可疑之处 我们心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的信心 那为什么不会建立起真正的信心 因为你没有用可以建立信心的方式在修 所以六祖大师直接点破了说 你平常修你都是心里面 你以何为终 你的终止是什么 你修行的目标目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目的 有啊 我们来修的时候 你为什么来修行 我会要成佛啊 太笼统了 你的目标没有坚定 而且你的目标是有怀疑的 我们没有确立好真正的目标 因为要建立这个终止这件事情要怎样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禅宗 为什么所谓的禁土宗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些什么天台宗啊 什么什么宗 因为他是要透过一个系统性的训练 让你对这个终止是没有任何的怀疑 任何的疑惑 最后能获得你修行的功效 叫做成佛 所以今天如果你这个终止没有抓到的话 修一辈子的白修一通 修一辈子白修一通 因为我们用功的方式是错误的 用功的方式是错误的 所以我可以相信很多人的用功方式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宗旨 没有一个宗旨 你今天来学习这一个 这一个四肠波罗蜜 四肠波罗蜜 是哪一个宗派的 天台宗对不对 但天台宗这一本 其实是还排不上名的耶 天台三大部当中是哪三大部 第一个叫做磨合子官 第二个叫做法华文 法华玄艺 第三个法华文具 法华玄艺 法华文具 磨合子官 天台三大部 这个还排不上号的 还排不上号 你要靠这一本 你还是不懂天台宗在讲什么 你没有天台三大部 你根本不懂 这个只是在他的系统之下的一本 智者大直的著作而已 还不够啊 所以我们说天台中在修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你学习这一本 可能呢 效果是会有一些打折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在推广天台中 所以说我们也不会把你天台中全部讲 我们顶多就是讲一些皮毛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只懂得一些皮毛 因为我不是天台中的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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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以天台中为我真正的一个中子 因为我是修禅宗的 是不是 禅宗我就可能可以可以讲一些 是不是 所以我也会讲六组坛经 是不是 禅宗有禅宗的训练的方式 禅宗有禅宗训练的方式 天台它是一个我们用来 它是一个辅助的 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辅助的 因为我没有用天台中的方式来修 天台中教的一心三观 是不是 所以你要很懂得什么是一心三观 你要懂得它里面的理念 这样子这一个中子才能让自己怎样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上产生功效 所以大家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是你没有中子在修的 你只是听师父讲说要这么用 要这么用 但是你没有成为一个中子 没有成为一个中派 所以这个是大家目前修行的问题 所以我对大家来讲设定就是 你既然都没有中子 既然都没有中派的话 是不是 我们只能这样慢慢讲 因为要成立一个中子 成立一个中派的话 这需要很大量的学习 不是这样子两个礼拜一堂课 这个我们在上十年你也听不懂 因为这样的方式太松散了 我们以前要经过佛学院的训练 八中每一个都要去了解 然后佛学院训练 每天课都排满满的 是不是 我们才慢慢对这些课程有一些了解 为师中在讲什么 什么中在讲什么 我们才会慢慢有了解 然后我们才会从这当中去选择 我们自己这一辈子我要好好用功的 我们总是也是要挑一个自己能用上功的 一个方式去好好去努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会去 去涉略去学习 但是大家没有这么的一个一个怎样 没有一个这么 这么严谨的一个组织 一个课程去培训大家的一个知见的话 的确 我们就是把它当做就是说 你并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一个宗旨在修行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让大家 又误以为自己好像学了一些东西 其实呢 其实还不足以让大家怎样 在用功当中会产生多大的功效 我们所谓的功效 是所谓的跟断烦恼跟解脱生死这个地方 就是我讲坦白的就是 如果大家还是这样的方式学习的话 要真正能断烦恼真正能了脱生死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条路 而且是这一辈子努力完还不一定碰得到这个边的这样方式 因为大家就是你不担心 你不担心 我不担心 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着急 因为没有认知到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这是的确的确是这样子 只是看看这样的听听 哎呦那么多祖师 他不是这样子在努力的 我们身心你看多久才花时间在佛法上面 以前都是整天都是在用功 整天都在熏修的 我们很难 我们很难 就算你整天在念经 因为我们没有中指 没有一个中指的方式去修 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技巧性的训练 的确很难 这用功很难捏缩成型 就好像小孩子在玩泥巴 他捏啊捏啊捏啊 也可以捏出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 但是那些大师在捏泥巴 他东西烧出来的东西 一个就可以卖个几万块几十万的 对不对 小孩子捏的泥巴一个是多少钱 不值钱嘛 对不对 一样都是水跟泥巴和在一起在捏啊 是不是 你没有心里面 是不是 你没有一个流派 没有一个中派嘛 对不对 所以你弄出来的东西就不成 不入流的东西啊 那小孩子在捏泥巴 是不是 但是有的人就弄一弄 是不是 英哥也有人 一件卖个几万块几十万 也有人一件是两百块给人家随便拿回去的啊 是不是 为什么有的东西是可以好的 有的东西就没有那个价值的 是不是 你的流派你的宗旨是什么 你心目当中你要传达的目的是什么 好 一样的 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很重要的事情 只是说 按我们这样子去去上课的话 就是 其实这就是一个方便 我们在这里 很多人都在推广佛法 你可以选择你适合的方式 然后你要去用这些方式 要去怎样 去成立你自己的一个心当中的一个宗旨 好 他是需要大量的寻修这样的学习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去决定要用什么方式的话 其实怎样 我们也就是 就是随缘教啊 因为你就没有 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 所以我才会讲说 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子结缘的方式 你没有想要学 我就没有怎样 没有真正的去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教啊 因为怎样 你这礼拜来了 下礼拜又没有来 下礼拜又来 你到底要我讲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上课的方式 它是没有一个什么 没有一个很稳定性的一个要求 那如果说是有一个要求的话 它是包含什么 我们之前也有讲解跟行 是不是 你如果行门当中配合不上我们的话 你想解你也 我也讲的东西有限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 我们现在原料产业 慢慢的有一个雏形 有一个我们再来要推的 明年要推的一个活动 叫做聚贤营 聚贤营 当然这是我们 残怨自己内部的活动 就是我们北中南都有训练 但是要参加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定了一个规则了 就是怎样 每一个人都要持送五部的还原金 作为入门 你来参加这个营的标准 我们提供很多课程 你如果只是要上课的课程的话 如果你只是要上课的课程的话 我们所有课程都是没有要求的 你就是来就好了 你就来就好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课程的基础当中 又要再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营对 它的目的它的诉求是什么 是不是 你以为我们只是为了要吸收一大堆会员吗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这一个巨仙营 他要求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身心都要被接受 被接受训练 所以你要配合这个团队怎样 你要配合这个团队一起成长 而不是变成扯后腿的那一个 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发现 我就跟跟教育法师讲说 这不是我自己在催催什么 而是说我这么多年的发现说 能持续一直不断用功下去的这几个学员呢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怎样 他们有一直在持送还原金 有一直在持送还原金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个团队 它的目的是要开始怎样 开始要去带领着一些 甚至有可能是陌生人 甚至有很多是初学者 那你要让他们突破当中 要如何让一些没有学佛的开始学佛 不知道怎么用功开始用功 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要分享 自己的用功的一个心路历程 但这问题是我们没有用功的心路历程 凭什么去带人家去用功呢? 所以呢对我来讲 这一个标准当中呢 去持送五部还原金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心路历程 因为从你一开始没有到你有 这一个过程当中 他是经历过很多努力的 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 经历过的话 之后你要分享的话 你也叫不动人家去用功 也叫不动人家去用功 那这样子这样一对就就怎样 这个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所以我就跟跟 建会法治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跟他很强烈要求说 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凝缺勿乱 我们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 因为怎样? 因为你什么人都可以来 是我们其他任何的课程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 这一个课程是我们之后的怎样? 一个很重要 就是这一个要能推广出去 这一个人他就要负责 几个人的法生会命 他自己都不用功 他凭什么可以为别人 建议他们的法生会命 这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呢 他接受了这样子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之后的这一个要求 是这样子 所以 我希望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你不是只有听而已 你要去实践 但是 实践的法门很多 凭什么 我们要求 大家 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念在 在用功啊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用这种理念 来用功的话 那你就符合我们的怎样? 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了这样子 那这一个目标 其实呢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只有听课 才是在一起学习 其实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实践的 这实践的过程当中 你又不知道怎么实践 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会碰到很多问题就怎样 你没有足够的佛法去分享给人家 或者是我们没有足够去解决人家的这些 是不是解决人家的困难 然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怎样 去帮人度过难关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培训 然后呢去告诉大家有怎样状况 然后叫大家去尝试着怎么样去怎样 怎么样去去去去去 帮助每一个这些人开始学习 所以呢你的持送 你的一个用功跟你的参与 他就会慢慢怎样让自己发起那个心 去愿意布施 所以呢我们以为菩提心 菩提心不是在这个地方空头大愿 而是当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发出菩提心 有的人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知道自己没办法发出菩提心 所以这一件事情呢 还是需要有一个方式 有一个平台去训练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通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尝试 明年的这个尝试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 去我们都会公告这些活动出来 你也可以去怎样 你可以去去去去 决定你要不要参与这一件事情 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设这个这个门槛 设这个门槛呢 其实就很容易去四处说 你有沒有愿意去照着这一个 因为到场很多 你可以选择别的到场的休闲方式 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去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课程 也有很多类似这样子 一个方式在推广佛法 你也可以学着用别人的方式 用别的到场方式 我们没有规定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要推广 这个是我们比较核心的一个方式去用工 我们为了这个还要去录影 还要去录音 还要种种的 这些我们的确投资很多心血 所以这一个赢队呢 我们希望说它是要更有品质的 你看我们之前 去很多地方推广 很多地方推广 怎么去凝聚这些人的心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去新加坡 去澳门 去哪里 去每一个地方 如果你只是讲一堂课结束之后 这些人也就依然顾我 但是如果维系他们 让他们继续可以继续精进用工下去 就是要有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方式 去凝聚他们 我们上来台北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是大家可以来这边凝聚 那其他没有来的人 怎么去提供佛法的服务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理念是很很不错的话 是值得分享的 就是需要大家去帮忙推广 帮忙分享 那扛起这个责任去分享的过程当中 如果自己对发心的这个态度 跟认知是错误的话 那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做错误的什么 错误的宣传 错误的推广 所以我们 我们在选择能推广的这些人才当中 我们就会选择说 你是对我们的这一种推广方式 比较有信心的人 那你在推广 你也会比较顺利一点 比较不会有一些 有一些阻碍 所以 这的确也是 我们提到的选择到场这件事情 同行 同行这件事情 要找到一群这样子的人用功 这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你找不到这样子的 就要赶快花时间找到 因为这是最 其实 这是最 最应该要赶快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修 的确是会一直 一直很困难 那当然第三个 是我们更关心的 叫做教授善知识 这个教授善知识 他就是 你要选择一个人可以教你 这些佛法 教你这些 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说禅波罗蜜 对不对 要让你 我跟你讲 教禅修的人很多 没有出家的人也能教 没有学佛法的人也能教禅修 因为禅修呢 它是有些是共通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跳过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课程的需求 这个我们这一个25方面讲完 我们会回头讲的 禅修有很多 有分为世间禅 有分为初世间禅 有分为初世间禅 有分为初世间上上禅 禅修的法门很多 是不是 但是谁 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一个教我们的善知识 是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他可以选择教你世间禅 也可以选择教你什么 初世间上上禅 是不是 但问题是 你要学什么 你要学世间禅 很多人可以教啊 你不会怎样 其实 教这个的善知识 很大的关键就怎样 他教的是不是禅 波罗蜜 不是教禅修而已 教禅修的人很多 但是教禅波罗蜜的人 就 这个就不容易了 因为波罗蜜这件事情 是要发菩提心 如果我们教大家 让大家不发菩提心的话 那 不教也罢 不教也罢 因为你不会因为这样子 发菩提心 就不会因为这样子 成菩萨道 不会因为这样成就佛道 那你不学也罢 不学也罢 因为这个对佛法来讲 大家学习是很可惜的 没有达到真正佛法的一个功效 你如果花时间学习的话 为什么不学习一个真正究竟 真正殊胜的法门呢 不要花时间学习 不值得学习的佛法 的确是这样子 不要学习不发心的佛法 我们自己在这个 尤其是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持送这个还原心之后 发现的确 真的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耕田不下种 你今天不发菩提心 就好像你种田 你种田耕种一辈子 却一颗种子都不丢下去 请问会长什么东西出来 什么都不长啊 那么多的努力 却不长东西 那你是不是白开心的吗 不是吗 不是白花时间的吗 所以要种 但是种不是种一些烂种子 不是种一些不好的种子 是要真正种下菩提之种 菩提种子才是最重要 所以呢要教啊 的确选择善知识 我们并没有说 啊我们真的是多厉害的善知识 但是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 的确禅波罗蜜 这波罗蜜法门啊 这只是很重要的 你要选择善知识呢 你要去观察这个善知识 有没有办法教你对的法门 所以呢一般我们在讲呢 这个善知识呢 教你对的法门 不对的法门呢 有几个判断的标准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时代呢 很多人都在讲 到底他讲的东西 能能听或不能听 能学不能学 他有一些判断的标准 第一个 第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 他有三个标准 当然一个标准跟一个标准 比起来的话 他有他的殊胜 但最少最少 最少基本可以听的标准 是什么 就是他讲的课要符合因果的道理 你不能讲一些违反因果的道理 那这个人不是讲佛法 那真的就是讲摩勒 是不是 摩勒没因没果的 只有佛 佛法当中最重要的标准叫做因果法则 众因得果 众因得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因果 是不是 比如说 要得到财 有时候很多人来信仰 不就是为了财吗 对不对 拜财神庙要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财吗 对不对 要不然你拜财神庙要为了讨老婆 讨老婆要拜什么 拜月老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一样 但是很多人来学 我们讲实在 得财要怎么得 拜拜就好啦 好 有的人会这样子啊 求观世音菩萨 给他重大奖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这观世音菩萨 还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吗 我们很简单的分析嘛 好 如果菩萨有没有办法让你得大奖 有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分析 你来发愿 很多人发愿 对不对 他不是都会还愿 然后打一张金牌嘛 对不对 来还愿对不对 今天好 如果菩萨是满你的愿 让你得大奖 代表说他有能力让你得大奖 对不对 他知道号码嘛 对不对 好 他如果知道号码的话 他干嘛为了摊你那张金牌 然后把号码告诉你 他自己就画 他菩萨不是会化身吗 他画一个对不对 他庙要多少支金条 多少根金柱子 他都可以做了 他还轮得到你啊 对不对 他也可以找个假人来 来什么 来签了 签了之后怎样 来还愿 然后就把整间庙都变成金子打造的啊 他贪你那张金牌 这没道理啊 对不对 是不是 菩萨给你中一亿 然后你拿一百万来还愿 这才赚一%而已耶 是不是 你99%谁 就你拿去对不对 99%你拿去干什么 好 男人有钱就变坏啊 99% 因为50%都 就是 男人就给女人拿去 女人就给男人拿去 不是这样子吗 你懂意思吗 拿了钱之后 你拿了这些钱之后 不干好事啊 这个菩萨是真菩萨吗 他让你中大奖去造二业 哈 你会说师父我拿这个钱 我拿去布师 师父我拿来注印怀疑 你不要骗我 从来没有 是不是 没听过 前所未闻 要不然你来证明给我看 你中一亿 你拿一亿来 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 给你几%去缴税 对不对 不是中抢要缴税吗 对不对 缴税的钱扣掉 你全部布施出来 就相信你 没有啦 我们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贪心 然后假明是什么 是信仰的方式 这样的菩萨是有问题的 他菩萨让你去 还是说菩萨希望怎样 你把钱花光了 然后悲惨了 然后走投无辱了 然后你就只好来怎样 身心奉献给菩萨 那这菩萨心机也太重 是不是 所以 所以的确我们的信仰的问题 是违反因果的 违反因果的 菩萨如果要让人家有钱 要怎么样让人家有钱 第一个 他亲自布施 他亲自布施 菩萨道嘛 对不对 他亲自布施啊 但亲自布施之后呢 要怎样 要教育这些人 教育这些人怎样 你给人鱼吃 不能受人以鱼嘛 对不对 你不如教他怎么去钓鱼啊 是不是 你就 救急不救平啊 今天呢 你看佛法当中也有 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他让 所有人民有钱之后呢 他要求所有人民要怎样 要学五戒要修十善 要学五戒要修十善 所以转轮圣王的国土当中 每一个国民都怎样 都有钱 所以呢 菩萨他在教人的时候 他可以先布施给你 让你过了这个什么 生活的一个必须 然后怎样 他教你成为有钱的方法 所以我一切东西不离开因果 要让自己能获得富足呢 第一个你要持戒 持戒可以让自己得到富足 然后更直接的就是怎样 你持不透透戒嘛 然后怎样 还能布施 你的布施 你的布施 会让你我们自己怎样 获得福报 所以如果不是透过布施 如果不是透过持戒的话 基本上面呢 这个 这种方法都是 都怎样 都都不是正正确的佛法 不是正确佛法 所以所有的问题的基础 都在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 你要有的人会说 有的人讨不到老婆 你就去拜月老 是不是 拜月老讨来的就是好老婆吗 是不是 如果 你跟月老那么老了 他如果那个线乱千一通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把你两个男的绑在一起 你还真的要吗 是不是 虽然这时代有人是真的要 但是呢 是不是 如果真的绑了说 你命中注定 你就甘愿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以为说 这个东西 你以为是绑一条线就行了吗 不是呢 是不是 为什么能有好因缘 因缘有好因缘 也有不好因缘 对不对 好 你说的好因缘是哪一种 好因缘是 对啊 你的同修很爱你 但是不让你学佛 这是好因缘还是不好因缘 是不是 那你如果同修很不爱你 然后让你怎样 心灰意冷的 然后你跑来学佛 那这是好因啊 这不好因缘 有时候我们 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你觉得怎样是好因缘 是不是 好 爱跟不爱这种东西 本身怎样 本身就是一个很虚妄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以为 所以呢 其实呢 所有因果法则当中啊 你看 求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去找观世音菩萨 因为什么求 有求必应嘛 对不对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最零的啊 对不对 但是 其实你看喔 你要求 要求什么 你要求一个怎样 你要求到对的啊 你要求到真正对的伴侣 真正对的眷属 是不是 为什么要找到 不会违逆我们 不会怎样 要能和顺的 没有 斗争的 没有争乱的一个眷属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好的眷属 这是要透过什么 你要透过佛法的一个道理啊 那佛法道理当中 什么能告诉我们能得到好的眷属 你要持不邪淫界啊 你自己不能跟人家乱来啊 我们会让自己不得到好的眷属的原因 就是我们过去生啊 有犯过什么 犯过邪淫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啦 是不是 天天都来听到一些新三色的新闻 对不对 那这些人 不要讲说未来现在就不会得到如意眷属了 更不用讲未来啊 那我们就是过去的未来啊 过去的100年 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这个世界很乱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大部分人现在不得到好的眷属 也差不多 也都过去是照来的业啊 是不是 那你求这辈子 你要先持什么 先持五戒 要先持五戒 所以要不能违逆因果的法则 而给予你 不属于你的东西啊 是不是 我们都想要得到好果报啊 但是你有没有为这个果报去做相应的付出 所以通常我们检查标准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相应的持戒 有没有相应的持戒去让自己 然后甚至你还要 有的人你还要去透过忏悔的方式 去把这些 这些罪忏除掉 我们才能得到好的果报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检查的 那再来 再来 如果更进一步 如果只是讲因果的道理的话 这个是最基本的佛法 就是大家会讲的 这佛法都讲得很浅 是不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有智慧 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我都懂了 好 那更进一步的善知识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 这个善知识要能教你 所谓一切都是什么 因缘法 缘起性空的道理 不是只有讲因缘而已 不是只有讲缘分 不是只有讲因缘两个字 还要告诉你 所以所有一切东西 所有一切是因缘和合 也会因为因缘而灭 所以这些 所有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 本性空极 本性是空 这个道理 所以叫你性空 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性因果法则 你最后成就不过 就是仁天善道 因为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所以你还是在仁天道轮回 但是如果我们能知道 缘起性空的道理的话 我们能真正契入什么 契入二圣 叫做能真正悟到空性 可以获得解脱 这个果报是可以获得解脱 所以你种下这个因的话 你未来呢 会得到解脱的果报 所以能听到这样的开示的话 去修去用功 不错 你能获得解脱 这样 但是 虽然可以获得解脱 会不会成就佛道 还不一定 只透过因缘法 还不一定能成就佛道 你能成就解脱道 但是不一定能成就佛道 要知道什么道理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师父 这个善知识 要告诉你 人人皆有佛性 一切重贞 当来必定成佛 这个道理 因为怎样 你只有对佛性 深信不疑 我们才能真正成就佛道 广修六波罗蜜 所以呢 如果没有告诉你 没有教你成就佛道的法门的话 这个师父是 的确还不够除以称为什么 真正的善知识 不能让你发菩提心 不能让你成就禅波罗蜜 因为刚刚如果讲缘起信工 他就能教禅修了 他就能让你获得解脱了 但是你不会发起禅波罗蜜 不会成就菩萨到广度一切友情 很可惜 其实教的法门大同小异 但是发心是差别很多 所以他在发心功德是不可思议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自己在选择的时候 你当然师父也是看人教 不是随便的人就是 你要发心 你要发心 对不对 等下被解读说 师父都要我们发心 就是等于曼宁的意思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看人 也是的确是看人 所以第一个 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想要获得 殊胜的佛法 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多 努力要够 是不是 你如果努力不够的话 你指望的师父教你 师父想教你不想学 是不是 那好努力够了 师父不教 那就是师父的问题了 这个善知识就不值得 你在投注时间了 我那么努力也不教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你努力什么东西 是不是 努力的本质东西是什么 所以叫做官机斗教 每一个人 自己的机缘 自己的用功 你只有一直不断的去 在这个地方去努力 要知道要发菩提心 所以至少说 大部分以现在台湾的状况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法师真的很不错 为什么讲说生中国难 为什么讲说要遇到发菩提心 遇到道人是难的 因为你要找到我们这个国土真的很殊胜 到处每个法师都在讲大圣佛法 到处每个法师都在教 教人劝发菩提心 当然也是有人在教小圣法 是没错 因为一定都会有 但是呢 大部分我们这个地方 大部分的法师都教你发大心 发菩提心 它也是很不错的地方 只是说你觉得说他教的方式 因为虽然说有 我们第一个叫教材 一个是教法 对不对 教材每一个人都教大家要发菩提心 那教法就是一个问题 有的师傅讲的就是听不懂 有的师傅就讲的就是 该笑话 还蛮好听 这样子 那就是大家自己的缘分 这样子 那就缘分 但是我们不会去说 那个人教不好 那个人教 那不可以这样子说 对不对 因为有的每个人的缘分 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至少 至少其实 大家很不错 就是你如果在台湾 大部分 因为每一个法师都受山坛大戒 山坛大戒当中 有什么 有沙弥坛 有比丘坛 还有菩萨坛 所以基本上 每一个法师都具足了 发大圣心的音源 因为他们都有受菩萨戒 是不是 所以 台湾的佛法还不错 就是大部分 都是在这个 八中的范围之内 八中的范围 包包含你说 有些法师 他是持戒的 他不是持小圣戒 他是持大圣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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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律中 他不是只是小圣的 只是持戒而已 不是这样子 所以 你要知道 每一个都很殊胜 每个人都很殊胜 你要这样子去观察 那因为大家 因为刚刚有讲 大家对这个宗派 没有很熟悉 所以你还没有办法决定 自己要用什么宗派修行 比如说你看以前明朝 明朝有一个叫做偶 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 他就是自己 自己在想说 我学习那么多 我那么多佛经 我到底要学习哪一本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 这么多不知道 选择哪一本 他就把所有佛经 就放在地上 他就闭着眼睛说 我挑到哪一本 我就一辈子就用功 结果他最后 挑到天台中的 他就 就开始 就是弘扬天台中的法门 所以每一个人在修行里 当然就是 有那么多宗派 我们通常会建议说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宗 找到一个宗 我们有 什么 讲教的有 华言宗 唯士宗 天台宗跟三论宗 对不对 那讲 讲那个修行的 有净土宗 有禅宗 有秘宗 有律宗 这样子 那你通常八个里面 你要选择一个宗派 你要选择一个宗派 这是我们 这个东土的大圣的八宗 那这个宗派当中呢 有四个是偏向行 实践的 像净土宗 禅宗 律宗 他会比较偏向实践的 那 教理当中呢 就是这个 天台宗 华言宗 三论宗 跟韦士宗 这样子 那以我们现在 比较热门的宗派呢 就是 比较热门的宗派 讲坦白 是这个 韦士宗跟天台宗 比较热门 比较热门 以讲教理的 如果以讲这个 讲这个修行的话 其实比较热门的是 净土宗跟禅宗 这两个 比较比较多 密宗也很很热门 这样子 那绿宗 因为大家不爱持戒 所以通常是法师 比较有在修 居士就比较少去修 绿宗的法门 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很多法师 就是有一直在推广绿宗的 所以都很值得 你要去挑到一个 那 绿宗是 真的是比较偏向法师 因为绿宗大部分的典籍 你要受过修竹界 你才能去看 所以你这样 我们这样的状态 去参加绿宗 你也学不到东西 因为都要 通过四分绿 五分绿 全部都要透过 透过持戒 你没有持戒去看 其实会产生过失 通常法师也不太愿意 教这样子的人 因为没有受戒 是不能看的不能学的 所以通常就是这些 然后 然后 这个 这个 有的宗派我们 没有很了解 那有的宗派 我们就会比较熟悉 因为毕竟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 没有办法 每一样都会 那基金会这边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基本上 每一个宗派 他都有涉略到 是不是 所以你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适合的师父去 去教你 那我们大家自己 就是 我们一开始 所有课程 就是简单的介绍 然后 我们自己就是要去挑选 自己去适合的宗派 到一个用功的程度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挑一个适合你的道场 第二个 你要挑一个适合你的宗派 你不赶快去挑一个道场 不赶快去挑一个宗派 你要这样子永远这样流浪吗 是不是 这流浪没有好 因为 其实 所有的用功都还是要在一个 比较殊胜的场合 不是 有时候 有时候讲他好谨慎 等一下说等一下好 那种 真正法是 找一些嫌弃 基金会不够殊胜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因为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殊胜就是随时 随时 随时 你可以随时来基金会 但是你不能随时 修 就是你能随时来随时都有课 对不对 但是随时的所有的课都不一样 所以虽然可以随时来 但是你不能专修你选择的那个宗派 因为能提供那些课程的法师是有 有时段性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一个 一个 虽然很殊胜 但是在这个随时 你要说 好我早上去 去到场念佛堂 可以吗可以 我下午去到场念佛堂 可以吗可以 是不是 这个是随时 什么时间去修都可以 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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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靖宗 他们甚至还有24小时念佛堂 你随时都在念佛都可以 是不是 这个理念就是很好的理念 甚至我也想说 我们也要有一个随时的24小时 怎样 华言坛这样子 大家马拉松借力一直用功 对不对 也很不错 那以后 你也要有一个随时的24小时 但是就是 这个随时 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书圣 通常要固定的到场 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 这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这里是要 每一个中派都推广 他不能偏颇 不能说 好我喜欢哪个 所以就全部其他的法事禁止来 不行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这里的书圣的状态是另外一种 有点像佛学院这样子 但是你 你如果真的已经选择要专修的话 因为你不可能八中都修 你又不是纠摩罗什 是不是 你把他没有力量 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还有自己多了不起 我们都没有那么聪明的 你有我聪明吗 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确是需要 专一的一个法门的时候 你要去挑选的时候 其实道场是一个很方便的 因为他通常就是已经固定一个 专一的法门了 你要也随时去那边用功 然后呢 也有专门的善知识去专能去讲 就是你就不会去 这边听一听 等一下去听讲 想说 那边去听一听 我两个讲的不一样 你又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好 你就不如说你就专门去听一个 一个一个两个师傅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错乱 这样子 好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这 我们这道场当中就是 哎我跟千万法师有两个法师 这样子 因为我们就是 其实我都是啊 我偶尔我就会听听他讲什么 为什么 等一下我讲跟他 他两头跑的 我自己找自己苦嘛 对不对 然后他也会听我的意见 所以我们是有有有互相 在搭配去讲课的师傅这样子 他还跟我出一个收阻域说什么 要我下学期 要呢 他要开一个为氏200 200问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他说他这礼拜讲完多少 然后叫我说 我就说我这个四三玻璃那么大本 我都讲不完了 我还要再帮你讲课 是不是 那人有英勇 我要赶快把这一套錄完 这样子 是不是 要不然他讲那idea不错 我们那轮流讲这样子 那我说我不用 我平常不用讲这个 我就一直在讲华言的东西 我其实也没有在讲什么 这些东西我都是 怪羊头卖狗肉这样子啊 所以所以的确就是 哎他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巨猿第一要结 要讲完了 这很重要 你要选择对的道场 选择可以专一修的地方 一定要找 因为至少说道场通常提供的功能 就是至少都会有每个礼拜一次的共修的因缘 你要去参加共修 也不要不参加共修啦 像我现在要设立这个巨猿营也是这样子的理念 就是一个礼拜都要有一次的一个聚会跟共修这样子 你总是 因为我们的心是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怎样 一直不断的去接触去 所谓的心会产生光明 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熟悉熟练这个法门 所以我很重视共修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这么 你不要小小看这一年两年的时间 虽然每个礼拜没有花多少时间 但是这代表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花时间 所谓的精进不是一铺十寒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怎样 是要有一个很长远心不间断的怎样 点滴的用功 滴水穿石嘛 没有人叫你用瀑布啊 是不是你就一滴一滴一滴这样子 其实呢 是不是铁楚摩托修法针 其实不用 其实佛法很厉害喔 佛法没有叫你这样子 暴冲猛暴行的 不是佛法需要其实就是怎样 一点一滴就好了 他就是长远持续 久久长长 大家就是要每个礼拜这样点滴的用功 其实就很足够的 这个熏修就 这个熏修的量 其实是更足够的 是更适合的 所以大家有去参加到场的共修很重要 是不是 啊我们是在台北目前 然后未来形式是会用巨型的方式 因为你叫我再去去买一个 买一个地方的话 我带款我真的背不完 我很痛苦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再能承受 那么多负债的一个状况 身心俱疲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用巨型的方式就是 尽量把这一个部分呢 把它检绕到最低 但是呢 去提供大量的 怎样 每个礼拜的一个共修的因缘 那当然你如果选择说 我要去一个 更正式一个团体的话也很好 很好 因为尤其是大家现在 你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归属感嘛 那没有关系 课可以来听 但是怎样 你要去找到一个 可以持续性用功的团体 每个礼拜都 你至少要给自己一个理念 就是我每个礼拜都要有共修 共修当中要有一点仪式性 因为仪式是一种可以让人发起心 所以我们常讲说 做个法会念经 是不是 那种仪式性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潜移默化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讲说 说的比唱的好听 有的时候那个唱颂 它那个在凝聚我们心的力量 它是比你用念的还殊胜 所以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媒体嘛 媒体很大部分都是在影音嘛 都在是不是 有歌歌唱歌 有歌歌在跳舞 为什么 因为那种东西是会让人家 心会 会让 他会有办法改变人心 你看那个人呢 去参加那个演唱会 对不对 你面对刘德华 面对张学友的时候 就会脱口而出说我爱你 对不对 为什么你心很嗨嘛 对不对 其实就是它那种情境呢 会让人的心会流露出来 所以呢 当你如果来参加那个法会的状态的时候 你心流露出来 你爱 你不是爱佛陀 你是怎样 我很敬仰你 我很恭敬你 我很想要向往你 然后向他学习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一种用功的方式是 大家需要的 他是每个礼拜 你都需要 给自己加入的这个成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 你要去找到 一个很好的共修团体 可以让你发得起心来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一直问大家说 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华言法会 因为我跟你讲不一样就不一样 是不是 因为我的本事 我的能力 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全部发挥出来 你自己不来参加 那也是大家的因缘 我与你无缘这样子 我们只能哀怨一点 但是这个就是 大家要去建议 大家要去发起心 这个是大家的法生会命 这不是我的事情 这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你要学习佛法 我给你建议的话 你要去参加一个共修 共修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找到同行善知识 你要找到护法 你要找到一个 可以教授你的善知识这样子 然后要找到对的宗派 你自己相应的宗派 禅境秘律 有很多宗派 你都可以去选择 但是你选择到了 你要好好的专心把这个宗派 因为宗子 每个宗派有他的一个诉求 虽然说大家的诉求都是成佛 但是成佛的途径当中 他会用的方法 是有的不太一样 所以呢 你与其五花八门学的一大堆拼装车 那这个车走在这一条道路上 会不会到有一天刷够 不知道 你不要去找一台拼装车来修 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 你看在这个天台中里面讲到十胜观法 你要成为一条真正的大胜的车 大白鸟车 他有具足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他都给你讲的很清楚 所以叫做十胜观法 他有他很厉害的地方啊 但是问题是你要去学哪一套法门 是不是 学哪一套法门 所以大家要有自己的那个宗旨 要不然的话乱学一通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时间已经够少了 还在乱学一通 哇啊啊啊 最后两头空 你这没有帮助什么 没有帮助到大家 所以现在刚好要过年了 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趁这个时间 你就是好好去思考 你看我们已经讲完这个五元了嘛 对不对 这五元当中呢 他这个是最重要 当你五元具足的时候 下一步就是你要开始去面对 解决真正的跟修行有关的问题了 现在解决的问题是怎样 要让自己不能修行的问题啊 是不是不能修行的问题就是五元 你没有办法放下万元啊 你衣食不具足 你没有办法来清净修 你遇不到善之事啊 你的持戒不清净 这个是这个会障碍你不能修行 但是现在下一步要去学的是怎样 当我想修的时候怎样 心定不下来 我身心不安稳 我要触碰的是 让我自己怎样 用不上功的这一个部分了 那排除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就真的是有需要怎样 他要去下定一个努力一个决心了 这不是只是在那里看一看 看门道而已 不是了 下一个问题 而且其实呢 这个二十五方面 他是一个属于什么 属于共通性的 他是如果以佛法来讲 他叫做通事教育 就是他是每一个中派 你都必须要有的基础 要不然你到每一个中派去学的话 都会遇到同一个瓶颈 因为所有的功能 所有中派的功效 要修到一个程度的话 一定会碰到三妹的问题 但是三妹的问题 如何成就三妹 跟如何不能成就三妹的问题 都是在这里解决 二十五方面 如果二十五方面不懂的话 到哪个中派都修不好 我可以跟你讲实在的 因为所有的中派所推广的 一定还是戒定会 对不对 那戒定会 只是说他们偏重的是在戒 还是偏重在定 还是偏重在会 那是不一样 教门是偏会 对不对 然后戒门 律中就偏在戒 然后残门就是偏重在定 是不是 净土中偏在定 但是你在这当中的话 你要如何去在这个地方平衡去 这其实呢 这个二十五方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察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现在 如果说大家已经排除了 包括我这一个礼拜跟大家讲的 你如果真正有排除 真正有选到一个适合你修的道场 适合你共修的因缘 适合你的一个中子 那个中派的话 那再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透过这个二十五方面 去观察 我为什么在这个法门 用的上功又不上功 用的上功又不上功 它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你在那死用功 就用上功 有的时候瞎猫碰到死耗子 就突破了 那是当然很幸运 但是如果不能突破的话 一定要检查到问题的原因 有时候你去看医生 最后 最后的问题就是什么 啊你就感冒嘛 把风寒治掉了 就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时候全身的问题 就是一个风寒而已啊 有时候很难讲就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 啊为什么风寒 穿衣服穿太少啊 包起来就没事了啊 就是女生不是爱 穿一堆暴露的吗 是不是 当然一堆病啊 所以我们自己 如果能知道了自己的问题 其实是那些小问题 其实这些是小问题 在佛法当中 你看佛法有很多 不能发菩提心的问题 不能承道问题 被磨扰乱的问题 那个是很大的问题啊 但是怎样 你这个不能专心的问题 不过就是小问题 跟这个还没有达到禅定的问题 这只是在你心能不能专心 你不能专心 这不就是小学生的问题吗 我们不是教训孩子说 为什么读书会考不好 你就是不够专心 我们不是这样教训人家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回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学佛法 为什么学不好 是不是 就是你就是不够专心 我们现在在教训他就是 你就不够专心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只是把大家 当成小学生在教训而已 因为在我们现在学佛的状态当中 我们还是停留在那个小学生 专心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我们跟小孩子不一样的 是不是 小孩子不愁吃不愁穿 每天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他当然你要快快乐乐的 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柴米油盐 对不对 恩爱情仇 对不对 这个问题好像很大 我们人生就是这么多的问题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 对佛法来讲 这根本就不值得谈的问题 无聊 你人生自找的 这些不是很无聊的问题 我们忙一辈子的 永远解决不好的问题 在佛法当中 其实他是最无聊的问题 你花最多时间 一辈子都花在这上面 但是他是最不值得投资的问题 但是我们却承认那么多问题 恩爱情仇 谁能了脱 是不是 这不能了脱 为什么不能了脱 你自找的 你为什么自寻烦恼 让自己没有办法 在佛法当中获得解脱 很可惜对不对 所以再来不能专心的问题 这里是很重要的 去喝五欲 去五盖 很很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这个25方便 很值得大家去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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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